萨古鲁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器官术式 针对这个说法有各种层面 只针对其中一个方面说明一下 看 现在大部分重要的身体器官 位于胸腔和腹腔 这些器官不是坚硬的 它们不是用螺栓和夹子固定住的 它们是松弛的挂在网上 只有当你挺直脊柱坐着时 你的器官才处于最舒适的状态 现在舒适的现代概念 是背后有东西靠着搭了着 如果你以这样的姿势坐着 你的器官永远都不可能舒适 它们将不能以它们需要的方式运作 当你饱餐一顿后 躺在糖衣里更是如此 许多旅行都发生在糖衣里 要我说 如果你坐在车上的糖衣里旅行1000公里 你的寿命将至少缩短3到5年 这是因为器官受到了如此折磨 它们运作的能力会剧烈降低 或者你至少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损伤 让身体保持直立 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舒适 而是因为我们以完全不同的角度 去理解和体会舒适 你可以训练你的肌肉 在脊柱挺直的状态下变得舒适 但你无法训练 你的器官在你搭了的状态下变得舒适 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们选择训练身体 使得当我们像这样坐着时 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会是舒适的 感谢观看